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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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然有扩大比分的机会 只可惜法帝出现在了不恰当的位置 挡出了队友凯西的射门 法帝的表现是灾难级的 安切落地不断进行换人调整 楚阿梅妮和阿尔瓦罗都被派上场 最后时刻黄马疯狂进攻 但还是无法攻破巴萨的大门 安切落地太绝望了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0比1 黄马输给了巴萨 本场比赛黄马有13次射门 而且零射政 这样的射门质量实在是太差劲了 这也是黄马时隔380天再次全场零射政 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还是在欧冠科场对阵巴黎圣热尔曼的时候 而巴萨全场只有4次射门 就进了一球 哈维用保守的防守反击战术取得了胜利 虽然场面不好看 但结果是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